楊兒、吳卓熙、陳展鵬等等 這天就出席日本健康平台的五週年晚會 准爸爸陳展鵬早前就被太太 善文猶大爆是個緊張大師 除了落禁足令不讓太太出街 為了太太和寶寶的健康著想 展鵬還陪太太一起介紹甜食 但是她真的很愛吃些甜品 或者有時候也喜歡喝一些冰水 因為我都理解 因為她就是有嬰兒的時候這個階段 都不可以吃一些比較涼快的東西 所以她身體覺得有點熱 有時候喝一口也沒問題吧 另外楊兒最近一直都處於養專儲休的狀態 是不是都想好好調理一下身體 再生一個豬年寶寶呢 豬寶寶就加油吧 大家不要催我 至於和黃宗澤趕拍飛虎的吳卓熙 對於Bosco之前去醫院 拆腳上鋼針的片段就說不敢看了 看到醫生是用鉗針針 但是那部機內的聲音是 嘩這是甚麼來的 不是那種針磨骨頭的聲音 我說不是吧 我說你們要拿遠一點 然後拆了第一顆 我就叫她關掉它 對於Bosco 對於Bosco 她們都在撕天 YTO 對於Bosco sco 對於Bosco 好